每个礼拜二礼拜五 陆港股解析 在我们线上的是资深证券分析师 也是理财顾问 季宏仁 季老师 季老师 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现在从上个礼拜一 那川普的一则推文开始 5月6号开始到现在 那本来市场还可能 抱持着一个观望期待 现在看起来 已经升级到了市场 大概已经觉得蛮悲观的了 那么怎么来看待 那陆股应该是首当其冲 情形如何 风静早 各位投资朋友早安 那其实陆股的一个修正 我们都把它认为说是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实际上这个陆股本来就在做修正 对 您之前就已经提醒了 技术上来讲它非修正不可乐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离美国明年的总统大选11月 其实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如果中美的贸易谈妥的话 谈成的话 其实后面就没事了 所以中美这个贸易战的议题 其实短时间应该不会谈成 那它结果就反正我们一个谈成 第二个就是这个谈崩了 刷帮翻脸了 不谈了 但目前来讲应该没有到这个地步 那就是目前谈这样 各有各的一个坚持在 但是川普能够那么有底气 来自于他的经济数据 公布的第一级经济数据 其实还不错 那EQ的GDP 或者飞龙就业人口 或者他的股票那个走势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事情 美股它现在位置在相对高点 那中美贸易战 其实会让美股 可能会陷入一个下跌的循环 那川普会那么急着出手 他不希望FET升息 那这个美股的一个往上的谈升 是因为减税的效应 那如果让美股做修正的话 那这个中美贸易战的一个谈妥的机会会比较大 那我们观察一件事情 我们记得说2017年中印动朗对峙的事件 那中国要派兵到这个印度 西藏边境的话 可能不是太恰当 利用洞郎的一个事件 把驻军往前移了一大段 在那边也建立了一个 等于说前军的基地 那所以我们看一下 人民币如果贬值的话 市场上会不会有什么声音 一定会啊 对 但是因为中美贸易战 我让人民币顺势贬值的话呢 现在很多的美国中国专家 在美国的中国专家都认为 中国大陆一定会用这一个手段 所以昨天人民币快速的贬到6.9附近 现在会不会在扁破期 已经又成为热门焦点话题了 短时间来看不见得会 但是这一段时间 未来一段时间应该会扁破期 扁破期的话 它是把这个消化这个贸易战的冲击 把贸易战的冲击慢慢把它消化掉 第二个 它把这个压力转嫁给其他的一个新兴国 跟其他的外销出口国 因为我的货币贬值 对我的一个出口是有利的嘛 那相对来讲 你看台币昨天也是贬值的 对 那其他相关的以外销出口的国家 会面临到这个压力 出口的压力 尤其东南亚国家 东南亚国家 那所以这个川普希望说 怎么制造业回美国 资金回美国 我们看美元好像也没有特别走强 对 因为资金反而先流向了欧元 日元 比特币 比特币涨一倍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资金不见得会回到美国去 美国想要什么制造业 什么回到什么 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中美贸易战还会僵死一段时间 还是这样一段时间 那看到什么时候会缓和 就是包括 就看到美国股市 如果持续修正的话 川普就会比较缓和 那这段时间有缓重起 是到6月1号 那我们看一下这段时间 包括了MSCI 昨天公布了 那确定把这个 入股的一个权重 从5% 升高到10% 那我们看说 中美贸易战 川普提出中美贸易战的 两个时间点 去年跟今年这两个时间点 都是入股的相对高点 去年3500点的时候 他提出中美贸易战 所以入股持续修正 修正两个月之后 MSCI把这个A股纳入前中 所以我在去年 我就一直认为说 中美贸易战之外 他其实就是打 所谓的一个金融仗 他要中国的一个资本市场开放 不是修正 他在金融市场赚的资金 会更大 比这个贸易战来得更大 对 他要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 对 我们想说 这个外资在台湾 每年赚走多少钱 不知道 我们估计 每年外资在 现金鼓励跟价差 我们不考虑 衍生性金融商品 还有它尽快发行的商品 大概5000到7000亿 所以美国 进到这个大陆的市场 中国大陆市场 如果资金能够快速的进驻 它能够 等于说 中国的金融市场能快速开放的话 它在资本市场的获利更大 所以当然它要抑制中国的成长 包括未来的科技战 金融战 包括贸易战 会持续下去 所以这一段时间 有人讲说 大陆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 不管会不会二次探底 它会修正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认为说它的落底的方式两种 我们之前一直谈这两种 那要洗出符合 因为大部分的资金都3000点之上进场的 要把这些符合洗出来 一定要上中下洗 所以破3000点关卡会洗出部分符合 因为有些资金挺损的 另外一个就是破底翻 破底翻就在这个礼拜是关键点 关键点如果破底翻再到3000点之上往上走的话 符合还是会出来 因为之前韭菜进去的3000点 好不容易可能小赚小赔 它会符合洗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向下一个台阶 就是我重新到2800到3000点 重新再开始 在这边的话 投资者还是会追高杀底 把这符合洗出来 我再往上回到3000点以上一个台阶 所以不管是破底翻或是向下一个台阶 这个路股修正都是 我未来要掌声的必要之二 可是你刚刚提到说这两种走势 对于有投资中国大陆的ETF的朋友们 其实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我只是下一个台阶的整理 好像感觉比较忍受 他如果要破底翻的话 那那个破底的那一个过程 就心脏要很大颗了 现在破底翻现在就是回测 这个2800这个缺口 所以这个不管是破底翻 或是我们说下一个台阶 2800目前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时辰点 所以短时间 你如果资金配置好的话 这边稍微进场想玩一下 如果破底翻 我们上一个台阶之后 我们重新再做我们的一个操作策略 所以你先不用去设定 它是破底翻或下一个台阶 总之来到了2800点这附近的时候 就会是一个短打的一个地方 短中线进场的时间点 OK 那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一个周线等级的修正 那周线等级的修正 本来就是两个月都很正常 所以它修正下来还要一段时间 至少还有这几个礼拜的一个时间要修正 因为它从4月中旬修正到现在了 所以我们当初算说最快 但是5月下旬 对 那如果这个不如我们一起的话 那它只是打底时间一个延长而已 下档空间 这个蓝筹股它的一个 不管是本益比 股价净值比 或者它现金股利的报酬率 其实都慢慢会浮现出来 包括MSG 包括富士集团 包括道琼 都会把A股纳入全中 这是未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必须观察的 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鹿岗股的部分 本来它其实涨多了 就是要修正了 修正的时间也许会拉长 但是2800点是一个参考指标了 非常谢谢季宏林季老师